用數字看臺灣掌握最新財經脈動 各位觀眾晚安 我是謝金河 歡迎再度收看本週的數字台灣 那麼在這禮拜當中 我們看到臺股已經腳步逼近萬點 那麼最高來到9979.91 那麼在臺股攻萬點的路上 到底未來怎麼來走 我想今天我們在討論的重點 會放在臺股的萬點挑戰 那麼在過去這段時間 大家都知道五月份 英文有一句話叫蕭銀妹 也就是五月份是賣股票的季節 那麼現在看起來全球股市 還是多頭芳心慰愛 那麼我們今天要先來看看 在五月份的開始 那麼第一個是臺灣的上市公司 在五月十五號要公佈這個季報 這個季報現在看起來情況非常嚴重 我們大概所看到的一些公司 第一個我們先把這個廣達的林巴黎 董事長最近講臺幣的強升帶來的匯損 企業很辛苦 但是莫可奈何 他講的這個話 其實非常的心酸 另外我們也看到這個徐旭東講 他說臺幣不要再升了 他說我覺得已經差不多了 這差不多不是你講的 那我想這個未來我們大概可以看到新臺幣目前的走勢 在這個禮拜最高來到二十九點九七五 這個破三十是完全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那用過去的一個舊經驗來看 在臺幣急升的過程當中 大部分企業大家都會認為央行一定會出手干預 但是這次大家吃素的等 都沒有出現央行干預的這種痕跡 那臺幣就不斷的升 升到現在為止 我們大概可以看到這臺幣的升值 他已經造成了很多的匯損 銳益公布第一季的季報 他EPS一塊錢 那他稅後盡率是五億 但是匯損也是五億 換句話說臺灣大多數的IC設計公司 大概有一半的獲利是被匯損吃掉 銳益是這當中非常顯著一個 歷史 這當中大力光 他第一季的EPS三十六塊四毛一 但是匯損吃掉八塊半 那壽險公司 匯損是第一季六百五十八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第一季的上市公司的季報 現在已經公佈了 大家看起來有很多公司是郵報 琵琶半遮媚 大家不太敢講 但是最後出來一定會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所以第一季的匯損 可能會股價帶來一些負面的效應 大家要稍微注意了 瑞瑜的股價最近跌破一百 那麼這個就關鍵是在匯損當中 可能出現了變數 那麼大家可以知道臺幣的升值 如果建立在臺灣的產業競爭力 我們超強的話 那對臺灣來講這是好事 也就是我們產業競爭力高人一等 所以臺幣可以升值 但是你看到人民幣 現在在六塊九附近 臺幣怎麼會升到三十呢 最大的關鍵是外資的匯入款 不斷的匯入臺灣 那麼今年一到四月內 外資淨匯入是一百零五點五五億 那麼外資到目前為止 整個累積的淨匯入的金額是兩千零九十九點二七 這個兩千零九十九點二七 大家可以發現從外面匯進來的錢 除了有一些是外國的退休基金的機構法人的投資以外 我相信應該有非常多的資金 是透過境外那麼繞到 到了臺灣 所以這個禮拜我們也看到這個永鋒金 錄資繞到揮法下單臺股 那麼錄資借到永鋒金悄悄來臺 那這個錢其實有很多隻腳 這種這種錢的效應 他最重要還是在稅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到目前為止 這個是外資的淨匯入 不斷的湧入 那麼央行的操作 他已經搜索了 所以他說他沒有盆環南底線 那現在大家要注意到 在第一季為什麼很多人有匯損 大家覺得新臺幣已經升得差不多 所以手上美元部位非常多 所以這個時候在結算的時候 美元部位遠看著臺幣不斷的升值 最後匯損你必須要提累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看到很多的公司 今年的匯損大概完全出醫療之外 所以最近我看到像有一家 這個春雨 他大概賺了一億多 結果匯損了一億多 所以第一季等於是匯損 把大家的這個熟人努力 全部都白打工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這裡面的現象 那我們再看到在這個禮拜當中 這個林全院長也接受這個財訊 雙週刊的專訪 這個專訪當中 他特別提到他說 他不能滿足每一個人的期待 但是政治最大的關鍵是 我們如何在大家爭議當中 給大家帶來一個新的方向 林全院長講他說處處是困難 很多人要擺平 我想川普也面對非常多的困難 但是大家知道川普一出手 經常會打到要害 那麼包括這次的稅改 川普的稅改其實很簡單 他只告訴大家 他把這個營業稅從35%降到15% 另外這個手足稅分成三級 過去有七級 現在變成三級 變成十 十五跟這個十跟二十五跟三十五 現在本來三十三 往上拉高一些 但是他很重要一個就是川普把鼓勵所得課稅 他婚禮課稅百分之二十 另外這個一徵稅他完全免除掉了 川普登告一夫 現在美國股市漲到現在 我們也看到美國的恐慌指數 創下十年的最低 所以大家如果從這個現象 你就知道領導人是非常具有關鍵的 不是要擺平什麼人 但是政府一定要有一些論述的能力 也就是告訴大家 我要帶領臺灣怎麼走 我們也看到在最近的前瞻的計畫八千八百億 為什麼很多人沒有共鳴 大家知道在政治來講 最重要是藝術 為什麼呢 這個當小英政府在對軍公教的聯金改革 在動手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因為我們政府的財政困難 所以大家要節衣縮食 所以政府要去砍聯金 大家都樂觀其成 但這個時候你發現你一手在砍聯金的時候 另外一手擴大這個擠債然後擴大支出 這個時候大家會想說你一手砍人 一手在在花錢 而且這種花錢不索軟 在目前的情況之下 大家對這種龐大建設 其實不夠具體的龐大建設 包括六年國建計畫 這艾臺十奧像建設其實都給大家留下一個非常不好的印象 然後這個時候小英總統又搬出這麼大部頭的這個擴大公共的建設 大家看起來其實沒有太多的共鳴 所以我們也要呼籲這個小英政府這個不是要擺平人 但是最重要要把國家的發展的基礎方向要講清楚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很多人在講法夾安 其實林全院長叫做一粒一休沒有調整的空間 這個時候不修法 不修法也可以 但是你可能會丟掉政權 我們要特別告訴小英總統 也就是上回在英九總統的時候 他特別在油店雙掌 很多人告訴他這不對 不妥 但他認為說今天不痛 明天會更痛 結果國民黨痛到現在都還沒有停 所以現在你要發現這個一粒一休 其實帶來非常多的困擾 在這個困擾當中 假如現在的執政黨 他完全沒有喚醒能力 他認為錯了就幹到底 那這個時候我相信最後的選票 一定會給你回報的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在 我看這一次的專訪當中 要給林全院長有一些提醒 這個時候執政的人要把人民之首益放在心上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五月份 在大概稅改的方案 即將要要揭開謎底 這個謎底當中 我們看到有三個爭議 第一個內外資的稅負差距過當 我要特別講的 剛才講外海外的進入 匯入款這麼多 為什麼很多人把錢匯到境外 再從境外匯錢進臺灣 結果臺幣就因為這個樣子 他生生不息 所以大家瞭解 當國際資金這種移動的時候 我們對本國人扣重稅 對外國人扣清稅 在國民黨時代 他是丟掉政權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這個時候民進黨執政了 已經一年多了 到現在為止 沒有任何改善 我想對民眾的期待 這是有落差的 另外第二個就是邊際稅率過低 我們現在把兩歲合一 底扣減半以後 我們我們現在的十足的 這個最高的邊際稅率到四十九點六八 那大家看到這個稅率是全世界最高的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的優秀人才不能夠有所改變的話 我們包括人才都會外流 第三個就是兩歲合一不符合國際的趨勢 怎麼調 讓大家都知道這個稅把它變得有可行性 然後大家能夠接受 我相信這是一個在目前的稅改 最關鍵的一個未來的稅改的方向 我們要提醒在目前主導稅改的財政部 幾乎把所有的稅改大計全部交給中華財政學會 中華財政學會這十年當中 大家攤開來看 你包了多少財政部的委外案子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在中華財政學會 這個學會主打臺灣的稅改 我們希望說財政部能夠在稅改當中 把這種諮詢或是顧問的內容能夠更加擴大 不要是在一個團隊把它包走 我想這是一個大家對眼前的稅改 現在很多人拿放大鏡在檢視 如果這個稅改不成功 那我相信民進黨的政權很可能四年就會結束 這是我們在今天非常沉痛的告訴小英政府 這個是一個臺灣未來發展能不能跨出去 非常重要的大計 今天回來我們要在萬點的關前來討論一下臺股的未來 我們來先介紹我們老朋友林火登 他是前交易所總經理 現在福邦證券的董事長 林董事長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好 我們世新大學的梁藝平教授 社長林董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歡迎兩位 我想這個臺股現在在萬點的關卡 那最近有一些變化 我們先請林董事長告訴我們 這個市場上對萬點的氣氛 就是說現在這個到萬點 我們最近也發現到臺股 很多的內支在上一月 看到萬點是他已經先閃開了 也就是你看到加金指數在上漲 但是我們現在很多的這個像OTC 提早期指已經很早回檔了 這裡面顯示什麼 包括當中降稅以後 現在市場的效應怎麼樣 首先我想確實臺股在面對萬點的時候 似乎這個腳步 這個就是有一點這個猶豫 那我們先講是 其實有一些正面的這個因素 讓我們看待臺股 這個未來的一個發展 譬如包括整個國際經濟 政治的情勢 其實慢慢去穩定 這個非常明顯 那從國內來看 國內的上市上規企業的這個所謂的營收獲利 其實還是不錯 至少是到第一季 甚至到了四月份 我們看到字節的這個月報 所以臺灣的這個上市規公司的這個競爭力 其實還在 那我們也看到我想雖然我們一直對於這個稅改 是有更大的期待了 但是我想政府也逐漸的也拋出一些正面的 一個一些訊息 包含當沖部分優先降稅 當沖的部分優先降稅 我想他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我覺得當沖交稅將來的一個效果 可能有更多的延伸 我們待會兒如果有有時間 也許可以可以再談 但為什麼會這麼猶豫的一個 有幾個因素 因為確實投資人面對這個萬點 他是比較保守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想這個大家對於這個會損 確實是有有有 確實是非常非常的一個惶恐 那現在我想這個有一些的這個財報還沒有出來 但是我們已經看到有一部分的這個公司 他的這個會損是非常的明顯 那當然剛剛提過說 雖然是國際的一個政治經濟的一個情勢 是基本上是回文 我們看到美國這個川普的這個政府 也提出很多的這個利多 但畢竟有一些不確定的因素 還不能夠完全撤除 所以我們看到應該這樣看 就是我們看到的到了四月份 台股確實有關自然人的那個部分 確實有一些回流 二零一二年證所稅這個議題以前 其實我們自然人的交易量 大概佔百分之七十 對 那麼到了去年低到只有只剩下百分之五十 就是法人跟自然人的這個投資比重變成百分之五十對五十了 那我們看到今年的一月份就回到大概百分之五十一 自然人 那麼最近回到百分之五十七 所以我們看到是有一些 有一些期待 對股市有一些期待 但是就是還是一些比較不確定的因素 包含這個匯損會不會擴大 那還有在萬點確實有一些投資人可能過去的經驗是比較比較猶豫 不過基本上今年來看今年的股市 應該是有一些機會 我想這個回來 我要等下請教我們梁教授 台股如果從過去的經驗來看 過萬點其實後面他都造成很大的不幸 為什麼 那個萬點崩盤以後都後果不堪設想 第一次一九九零年一二六八二掉下來是二四八五 第二次我相信印象大家很深刻 一零三九三在阿扁當選的時候 那個高慶恩跟他講說阿扁如果當選 股票掉到剩三分之一 他真的掉到三千四百一十一點 所以他很嚴重 在最近的一次在金融海嘯的時候 你看到台股當時也衝到一萬零 一萬這個邊緣 那這個時候殺下來五千多 所以我們看到每次大概都災情慘重 那這一次大家戒慎恐懼 為什麼 你看到台股已經將近萬點 但是OTC從一百三十八點八三 最近殺到一百三以下 這代表什麼意思 外資內資其實在三月底已經跑了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內資跑掉以後 我看這個共產時報在禮拜四 有一篇這個投資專欄 他講到他打問號 他說外資收了才算 那臺灣其實因為稅的關係 我們幾乎把臺灣的股市的主導權完全都寄望外資 所以這個外資現在的狀況非常明顯 我最近大概特別提到臺股上萬點 我大概一年前我就講了 臺積電上兩百 然後紅海上一百 這兩個現在都快到了 所以現在這個就在一個建在懸上的關卡上 到底能不能通過萬點考驗 你等一下回來告訴我們萬點到底能不能站得久 然後萬點以後如果碰到萬點 我們再怎麼辦 因為過去來講都崩盤 這次到底會不會崩盤 你用你的這個學術界的理論 來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好不好 稍微回來 好 這個臺股即將逼近萬點 我們先來看看三檔股票很重要 其實臺股在這波當中 他不是從我股票都漲 他只要看三檔就夠了 你看到第一個這個臺積電 現在他的股價最高來到一百九十九 他已經距離兩百 已經大概差一塊錢 如果只要臺積電稍微抖一下 過兩百大概主持就過萬點 另外一個大概就紅海 紅海我原來設定的目標一百 現在也達到了 所以這個禮拜 郭董到白宮去看川普 這進出兩次 但是雖然沒有秀出來他跟川普的合照 但是我看意識也到了 所以現在看起來對郭董在二零二零年的角色 其實外界高度的重視 那麼這個臺積電在禮拜三晚上 美國的收盤三十四點二九 三十四點二九 等於他把市值推升到一千七百七十八億美元 所以如果按照這樣算他可以到兩百以上的 所以臺積電在這一次他的市值正式超越 不管臺灣或是在美國的ADR 他正式超過英特爾 大家都已經公認了 所以我想在這次兩岸三地一千大當中 臺積電排名是在兩岸三地一 第八名這已經表現非常難人可貴了 所以這個臺積電以外 紅海以外 大概就大立光 大立光這禮拜是五千零七十 所以這個是不得了 我最近一個朋友說跟這個大立光 一個股東吃飯 他說他們當年投四百萬 他說現在都沒賣 變四百億 所以大家都知道這個很可怕 所以從這三檔股票所扮演的角色 我想大家都在看臺股的萬點 其實不是內資收的算是外資講才有用 那外資現在還在加碼狀態 好 梁教授剛剛告訴我們這個萬點 現在臺股的實力 其實現在萬點如果到達的話 應該就是投資人應該是要勾而餵 所以為什麼是這樣講 因為這一次的這個 如果就是接近萬點 或者是真的上了萬點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可以看得到 企業來講的話 在首季的財報 其實會損其實是非常嚴重的 那就像剛剛其實社長 也有去提到的 像臺積電 他是外資著目的相對比較高的 這個全職王 然後股王 當然就是我們的大立光 其實他們出來的這個法說當中 你就可以發現 他的這個會損的情況 其實就已經是非常嚴重了 那更何況是其他的 尤其就是說 他的這個避險的這個狀況 相對其實是比較差的 這些公司那或者是說像一些外銷的公司 像製協業 尤其像工具機 像這些公司來講的話 其實影響就很大了 那像一些手機的零組件的一些廠商 他的現在的這些材料來說的話 都是在去年第四季被貨的 所以那個時候的會價相對其實是比較高檔的 所以他的成本一定是比較高 那原先大家其實是認為說 三月就是說這個美國的這個貨幣的觀察的名單 操縱的這個觀察的名單 如果說過關了 那或者是說沒有在這個裡面的話 那可能央行他在第二季呢 相對就應該匯率就會回扁回去 那雖然這一次來講話還是跟過去一樣 他還是在觀察的名單 但是因為是川普的一個上台 所以大家認為在這個觀察的名單裡頭 可能還是需要安分守己一點 所以可以看到其實央行在這個地方 其實也沒有做太大的一個動作 那另外就是說整個美國的股市 相對其實也在一個高檔 所以資金過去來講的話 其實一直吹捧就是川普的一個新政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當川普的一個新政的這個效益 紅利開始慢慢消退的時候 那你股市也已經漲到高檔了嘛 所以資金當然也會想要撤離 所以你在美元來看的話 其實在第二季的一個走勢 相對區別的這個情況 其實應該是蠻明顯的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下來講的話 其實亞洲的這個資金 這個當然就是可以看到 資金是不斷的進來 所以在歐洲亞洲的資金 近期來講的話 其實就相對非常蓬勃 那你現在台股來講上萬點 唯一比較大的一個支撐 就是你台幣升值 所以你的資金是進來的 但是外資進來之後 可以發覺其實還沒有上萬點 那一支其實已經落跑了 那那一支為什麼會落跑 因為那一支其實他跟 就是國內的一些公司來講的話 其實他是非常密切的 就是非常密切的聯絡 公司的狀況 他們最清楚 他是最清楚的 所以他其實已經掌控到四月五月 其實真的是淡季非常淡 然後你現在台幣在第二月份來講的話 其實他是擴大升值 所以原先我會認為說 可能在第二季 匯兌的損失 它會回充的 所以大家都老心栽栽 會認為說反正第二季是會回充的 這個部分我可以先放一邊 然後因為你i8的一個情況是讓大家的衝昏了頭 所以其實就是整個股市上看起來好像還是非常蓬勃的 但是現在回過頭來發現 匯率其實他是就是沒有辦法在這部分上來講的話 可能第二季匯兌的損失它會擴大的 你四月五月又是淡的 那為什麼四月五月是淡的 因為OLED的這個面板的部分其實是可能零組件的部分 它還是有缺 所以這一次大家市場實際上會擔心的就是 i8可能會遞延上市 所以你的備貨一定也就會遞延 所以你四月五月是淡的 然後六月又是一個庫存的一個這個盤點 所以就會變成可能要到七八月的狀況 才會備貨的需求才會起來 所以你整季都是淡的 然後你又有會損的這個疑慮 再加上五六月來講的話 其實A股 中國的A股 其實納入MACI的機率相對其實是比較高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上來講 資金雖然它是往新興亞洲走 那在這個timing的點來看的話 它會不會資金也開始受到一些排擠 所以我覺得在整個的這個架構上來講 不管是產業它是面臨淡季 然後另外就是剛剛所提到的 其實股王權王 還有就是散戶所擁帶的這個股票 就是鴻海 實際上都也到達了高檔區了 所以也就是說當股票 如果你在高檔的一個位置 那你產業面出現了一個雜音 然後你財報又出現雜音 你資金面也開始 會不會受到A股納入MACI的關係 外資會不會開始轉向 那我覺得這麼多的一個紛擾的一個因子 在這個地方 所以即便你上了萬點 到底要買些什麼股票 如果當你手上來講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要買些什麼股票的時候 那當然上了萬點 或是接近萬點 當然就要隔我一位 好 我講這個講得很清楚 就是到萬點以後 其實我們看到當沖非常的熱 那臺股到萬點 其實我剛剛講為什麼 台積電將近兩百 鴻海在一百 他們都都在很高的位置 那大立光五千以上 所以這個就是說 好像漲的就是這幾檔全資股 但很多個股其實跌幅很重 你看到維新最近不知不覺 他從九十塊六掉到五十九塊一毛 他已經跌了四十趴以上了 為什麼 一定內部人知道他的匯準一定很嚴重 所以一直賣到現在 所以看到季報出來的時候 其實他該賣老早就賣了 閃負最可憐就是說你竟然看到財報的時候 你已經變最後一隻老鼠了 所以這個叫利空出境 為什麼 該賣老早就賣了 所以我想在最近我們看到 當沖的熱度升高 那當沖增加以後 李瑞昌主委最近講 臺股量增十四趴 那其實我我對李主委 還有更多的勉力 為什麼 一個現在金管會主委 除了這樣當沖的稅以外 鼓勵所得什麼課 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們對鼓勵所得完全無動於衷 這個未來的配息 大家會變成現金減資 這個現金減資 不斷的在扭曲 這個時候像國際 他就不斷的減 他五年減四次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 穩貌是三年減兩次 那我相信這個鼓勵所得 如果我們繼續課重稅 上市貴公司 他就開始大家一直減資 這個減資其實是逆潮流 為什麼 資本市長要你籌資的 沒有叫你減資 那為什麼大家對減資 因為減資不要課稅 配息要課重稅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整個市場 他其實都在扭曲發展 所以等一下回來 我們請林董事長來告訴我們 第一個 目前散負對萬點的心態 第二個是我們現在這種稅字 當中降稅以後 你可以感受到散負回流的狀況怎麼樣 因為我看內資手腳非常快 在一波當中 內資老早就開溜了 所以這個開溜以後 你可以看到這個OTC的跌幅 這個跌幅遠遠大過這個價錢 價錢速度在創新高 OTC已經跌了10%以上了 所以這個情況 等下回來我們請林董事長來告訴大家 歡迎回到現場 我們來看這一集的金周刊 兩岸三地一千大 這一千大當中 比較值得注意的 我們過去來講 臺灣進入到一千大的企業 在兩千零八一百七十六家 在最慘的時候 到去年的時候 掉到剩下五十七家 今年又回到六十三家了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臺灣的產業 其實那個競爭力在拉高 你看到鴻海現在第二十名 台積電的第八名 這個排名 我們十大市值的公司 排名都一直往前進 前進 就是說這個好像我們最壞的情況 大概就過去了 那但是臺股抑震華麗 這個鼓勵守得課稅 當然問題很大 所以我最近在講 我說鼓勵守得稅改 如果像天數一樣 讓大家都看不懂 這個稅改不會成功 所以我想林全院長如何弄一步 讓大家都看懂的這個白畫文 這種稅改的方案 不要搞得這麼複雜 我想這是一個稅改能不能成功 很重要的關鍵 好我們請林董事來告訴大家 你從現在市場的情況 萬點競相情趣 那閃負現在心情到底有什麼看法 確實現在萬點是大家有點競相情趣 其實臺股應該這樣說 早就應該要上萬點 如果我們有一些個案的公司 我們不要太放大的話 我們可以看臺灣的上市會公司 基本上的經營是 狀況是非常好 他營收一直在成長 獲利也不錯 那麼殖利率幾乎在亞洲 都是名列前茅 那麼實質上包括這個財務的 這個健全的程度 可能在亞洲也是可以排到第一名 所以你這樣一個表現 臺股沒有上萬點 其實我們會覺得其實是委屈了 那麼臺股為什麼會上萬點 會這麼的這個猶豫 這裡頭就是我們有一些結構失衡 譬如剛剛主持人提到 我們現在可以到上萬點 這樣一個高點 有很多是這些全資股把它撐出來 那我們如果去看 所有的上市貴公司來看 有一些股票的本益比依然是偏低 那麼有一些的成交量還是偏低 所以我們比較好的一個做法 應該是把這些情況 去做一些改善 那關鍵 我想稅制絕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我們先看看這個美國的納斯達克 納斯達克這個禮拜到六千一百多了 到六千一百多 大家知道在兩千年的時候 他跌到一千點左右 現在到六千多 這個禮拜到目前為止 創歷史新高的市場 亞洲有印尼 還有印度 印度到三萬零一百六十八點 韓國他政治波動非常巨大的韓國股票創歷史新高 兩千兩百三十三點 那這個歐洲當中最顯著的德國 德國到一萬兩千五百三十二點 創歷史新高 這個英國到六千四百四十七點 也是歷史新高 埃爾蘭最近跑到六千九 這個歐洲有非常多的市場創歷史新高 中南美洲 我看到阿根廷跟墨西哥漲換天 墨西哥被川普嚇得沒有腿軟 照樣股票大漲四萬九千多點 那這當中我們也看到像蘋果 他不斷的往前挺進 現在市值七千七百三十九億 所以你看到大陸現在的馬化騰 其實這個亞洲現在騰訊 這個禮拜市值衝過三千億美元 所以他已經大概跟三星 在搶那個第十名 世界第十名的企業 那Alphabet是Google 這個禮拜市值跑到六千四百九十八億 這個已經不得了 他已經跑到九百多塊 那這個微軟五千三百五十億美元 另外亞馬遜更可怕 亞馬遜這個禮拜市值 已經衝到四千五百億以上了 他才剛剛夠四千 現在已經四千五百億了 那這個臉書四千四百五十億左右 你可以看到臉書今天一百五十二塊八 這個非常驚人 因為他原來歐三十而已 所以我在想說 如果美國這五檔 從蘋果到亞馬遜到臉書 微軟到Google 那亞洲裡面的包括阿里巴巴 到騰訊到三星 如果這些股票都沒有下來 看起來全世界股市 這個還是有點一霸不能 那我想梁教授 其實你最近提到那個 你說當心會損壓力 不要踩到地雷 臺灣這次的會損到底嚴重到什麼程度 因為我看過大部分的公司 大家都認為台幣不會升那麼多 即使升那麼多還是會回來 我跟他們講 我說不會回來 將來很可能有很長時間 會在相對的高檔的位置 也就是說台幣很可能維持在三十附近 那這個時候很多人想說 我們在想說還會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好像不可能都是 所以這個會損 我們到底怎麼來看 這個到底對臺灣來講 今年影響會有多大 其實第一個 就是匯率的走勢 如果企業它能夠研判得出 它的趨勢是在哪個地方的話 其實對於他們的避險的一個操作 或者是說它自己在報價的一些系統上 當然它就會能夠去掌控 現在關鍵上來講就是說 第一劑我可以容忍你的會損 是因為我知道 因為我們是要被 可能會被列入這個 美國這個貨幣操縱的這個名單 那但是呢 這個事件過了之後呢 現在大家恐慌的是說 這個台幣到底要升到什麼時候 所以你台幣升到什麼時候 這個就是一個不確定性 那企業來講的話 如果面臨到就是這個不確定性 就會造成他們在將來 我到底在資金的避險上 或者是我的報價上 或者是我的材料的這個採購上 這個當然就會對他們造成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困擾 我覺得這個是第一個嘛 就是說我們認為未來的一個台幣 到底是升到哪邊去的這個趨勢上 其實是比較不明確的 當然如果在就是在金融端的一個分析上來講的話 因為美國的股市現在相對其實真的是在一個高檔的一個位置上 那即便呢 其實六月份費的呢 他在這個地方升息的機率 以現在他們的期貨的這個研判利率的走勢的機率上 六月升息大概也有這個六十幾個 三六九 看起來他會按部就班來升息 所以但是這個升息的這個情況 是在大家都意料之外的 所以也就是說即便他升息 對於美國的這個升值 好像也不會有什麼很大的一個效應在 那也就是說當資金來講的話呢 其實他開始也要去找一些 就是說原來的這個市場 相對比較低一些的這個市場 所以他可能資金就會從這個美國的部分撤離出來 其實這一波的資金進去最多的 除了新興的這些國家之外 真的最進去蠻多的 就是在近期來講 真的就是歐洲的部分 所以總的來說就是告訴你說 第二季來講的話 其實美元區貶的這個趨勢是很明顯的 那回過頭來的話 那我們當然就會很擔心 我們臺幣的升值了嘛 那第二個就是說 過去來講 臺幣當升兩個percent的時候 其實企業的獲利的數據 大概都會盪了大概五百到六百億左右 那這個當然還會因為 依照依各個不同的一個產業來講的話 他對於匯率的靈敏度 他還是會有一些調整 但是重要就是說 這一次來講的話 一口氣就已經升了七個percent 你學財務管理 我特別要打斷你的話 就是說我們以前學財務管理的人 好像對外匯避險操作 臺灣不太敏感 為什麼大家認為有噴壞藍當家 對 所以根本跟你無關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那個避險的這個 完全都交給央行 現在噴壞藍所被綁起來以後 你會發現不避險不行 所以這個時候 我認為財務管理的那些學生 將來出路會比較好 為什麼將來很多企業 真的開始找財務高手 來調撥這個外匯操作 你的看法 應該也是 可是我會現在很擔心的 就是像先前過去也有一些大廠 他也是做一些避險的動作 結果他還避錯 其實實質上我覺得 就是說你原來的匯兌的損失就算了 結果你避錯了一個方向的話 其實反而造成你的那個價差 其實更嚴重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整體上來講的話 當然這個匯率的一個問題來講的話 當然對於出口 我們就佔了七成的這個國家來講的話 當然影響是衝擊上來講的話 當然是會非常大的 那你再加上第二劑 他又是一個淡劑 如果說你第二劑是一個旺劑 你還可以像就像這個大力光 跟這個臺積電就很明確 你第一劑來講的話 他還算 營運上來講 還算是很旺 所以你會發覺 他還可以去cover 這個匯兌的一個損失 可是在第二劑又不同了 因為第二劑來講的話 可以看到其實中國手機這邊來講的話 其實他的庫存 是一直都消化不去的 所以庫存現在水位是相對偏高的 所以整個半導體來講的話 其實在第二劑 其實也是都會下來 那你手機的這一塊 不管是飛瓶 或者是蘋果的這些新機 在第二劑來講的話 幾乎都是沒有什麼 沒有在上市的 那甚至於很多的新機都延後上市 所以整個第二劑 手機的這一塊 通通都是淡的 那手機為什麼會這麼重要 因為它是在第一劑當中的 主流的產業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說這些主流的產業 不管是因為蘋果的 這個新機所帶動的 或者是說這一次的i8 它的新產品的這些效益 都會發覺說 我的股價漲得這麼高了 可是我除了面對 會損的一個問題之外 淡劑的情況之下 四五六的營收 可能四五月的營收 就很明顯的都往下掉了 那你在這樣子的 一個衝擊的情況之下 那內資當然早就落跑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OTC的這個股價 是相對的 都是一直呈現 就是跌勢 真的跌勢看起來 在技術面來講的話 都還沒有這個停止的 一個情況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就是說你在 就是說股市上 相對是好的的時候 內資會湧入的時候 它一定是在OTC市場 因為臺灣來講的話 其實內資它就是比較習慣性的 就是在這些中小的 中小的這些個股上 所以這些股票如果活絡 才有辦法帶動 整個市場的一個氣氛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現股當沖降水 這個地方其實在 我們在討論上來講的話 其實我認為這個措施 其實是不是這麼的恰當的 因為它即便能夠去 就是說在一些現股當沖 當沖的量 它雖然也能夠去起來 但是你知道嗎 過去一檔個股的一個成長性 只要是成長的個股 它能夠成長五成以上的個股 它是一個波段的操作 或者就是說它的這個股價的倍數 從低檔到高檔 它是可以倍數的成長 可是你現在就是因為 你不斷的有現股的這種當沖 那你衝來衝去的情況之下來講的話 第一個你籌碼面亂了 第二個你的技術面差了 第三個就是 我想要波段爆腸的人來講的話 他會覺得不放心了 對 所以就變成說 我過去可以漲一倍的 現在可能他就只有漲五成了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惡性循環的一個情況之下來講的話 我覺得這個對於資本市場長期上來看 我覺得它不竟然是一個 能夠活絡量能的一個 真的是真的是 就是追根究底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方式 你應該是要讓企業來講的話 是能夠永續成長的 讓這個股價的這個反應 能夠把整個波段的成長性反應完的 我覺得這個可能大家對這個市場 才會更有信心 我對小英總統的這個政府 第一個比較舒服的一個 本國跟外國人的課稅 已經一年多了 都沒有進展 我們常講台灣優先 但是台灣經常在不管國民黨時代 或民進黨執政的時代 台灣人當二等公民 當次等人 為什麼你本國人課重稅 外國人課清稅 連你的小孩子都變外國人 這是非常嚴重的 但是到現在為止 沒有辦法更改 第二個 如果租金市場一開始減稅是當充減稅 而不是鼓勵所得合理化 那這個政權是危險的 為什麼 超短線的政府 那這個兩個其實他都已經 現在如果以這個標準來講 民進黨是華善可成的 所以這個將來你怎麼樣 能夠好好撥亂反正 也就是說你真正要讓長期投資 台灣的股票市場的人 長期投資者得到比較好的照顧 不是你鼓勵那些把他當賭徒人殺來殺去 這個沒有意思 所以我說如果金管會的主委 只會再講當充降 所以你對鼓勵所得 一個字都不敢講 是有失足的 所以我想一個政府 要能夠得到人民的心 這個時候你怎麼樣制定一個 讓大家都覺得公平 合理 而且可行的稅制 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等一下回到 我想你經營政見 也到底有多心酸 最近你看到像永鋒金 的這個個案 其實入資借到永鋒金來台 他被發現了 那這個到底合不合理 你一定要告訴我們 證券業到底處在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經營環境裡面 我們有沒有任何歡聲的可能性 等一下回來 我們請林董事長告訴大家 好 我們請教林董事長 其實那天我看福邦證券回到十塊 我跟黃顯華講 我說恭喜啦 我說你終於出頭天了 竟然又回到九塊了 我們看到這個證券業 其實非常難經營 那你從交易所下來之後 你到了福邦 我想我們在政策上為什麼今天證券業搞得這麼慘 你看大部分的證券股 其實很少超過十塊的 除了那個中國建商的金控以外 大部分都沒有超過十塊 那這種中小建商 其實很難經營 你在到了福邦之後 你認為在政策上 我們有哪一些應該比較合理要鬆綁的 確實我想還是謝謝社長 關心我們證券業的這個這個生存 那特別是關心福邦 其實我們看不只是福邦 證券業本身他的財務是非常透明 那證券業即便現在是一個 非常不好經營的一個產業 但是 對 但是很多的這個證券業 證券業也都是穩定獲利 但是你看這個股價能夠超過十塊錢的 真的是寥寥可數 所以我個人就覺得 這個其實是涉及到我們政府 怎麼去看待這個金融業 這個產業 那甚至我想如果我們可以多談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一直在關心說 你要讓資本市場活絡 那涉及到我們從高層開始 大家對資本市場 到底是怎麼定位 你如果把資本市場看成 他就是一個資本市場 你不會這麼重視他 那如果認為資本市場 其實是讓這個所謂的產業發展 經濟發展很重要的一個工具的話 我們應該給這個 你現在看川普最明顯 川普還沒進白宮的時候 把那個美國科技大老闆全部找來 他說我知道你們都不喜歡我 但是最近股票漲得不少 他說你們對我應該好一點 這是一個事實 就是說因為資本市場 如果今天發展的好 他是可以讓這個產業發展 讓經濟發展對就業有很大的幫助 同樣的道理 就是如果我們這樣看大以後 我們對這個資本市場的這個產業的 這些中介機構 我們應該給他更多的發展空間 那我們現在的證券類的現象是 第一個 譬如說我們傳統就是這個經濟業務 經濟業務這幾年 成交量在七八百億這樣的一個排回 所以很多證券商是很難經營 那因為你難經營就更難吸引這個人才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證券類 平均的營業員的年紀四十幾歲 這個這幾年 雖然是鼓勵證券商 往財富管理的方向走 其實如果在臺灣要發展財富管理 證券商是比銀行更有優勢 因為證券商懂的產業 證券商懂的這些股票 可是你看像我們一樣做財富管理 我們證券商的財富管理的法規 跟銀行財富管理的法規就不一樣 那再來 譬如像 黃顯華去成立創投 那譬如說像我們我們最近這個福邦在做的 其實也是我們一直在看的是說 臺灣未來的一個發展 屬於新經濟的部分 我們要鼓勵創新 所以我們應該鼓勵創投 那你如果是屬於需要轉型的 有些企業確實是需要轉型 需要接班 那我們就應該要鼓勵 因為資本市場有很多的手段 你鼓勵他合併 鼓勵他分割 鼓勵他組這個控股 甚至鼓勵一些所謂的PE進來 那這個公司就活起來了 產業就活起來了 那你整個資本市場就活起來了 那這些事情誰來做呢 其實你與其讓外面的一些財務顧問做 你不如讓證券商來做 我們零以外揚不以加努 所以所以所以其實是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以現在臺灣的這個產業的 這個所屬的環境 其實應該講證券商 可以扮演更多的角色 那應該法規做更多的鬆綁 鼓勵這些所謂的借殼 所謂的合併分割控股PE 有很活躍的這些活動 那如果有活躍的活動 就適度的讓這個證券商可以來參與 那臺灣的景氣會更好 對不對 臺灣的公司會更好 那臺灣的證券業當然會更好 好 這裡面我們很少搞政治人的 把股票市場當成正面的因素去看 大家都用負面的眼光 把他當賭徒來看 所以當然就把他整死你 所以在這個市場裡面 我很想瞭解 就是說現在你在四星上課 我們在那個年代 我看我班上有一個同學 上課都戴耳機 我那時候搞不懂怎麼回事 原來他在聽證券行情實況轉播 我看現在沒有這回事 那但是你看到在一九八零年代 竹科開始以後 我看到很多人開始 這個很多大學畢業 開始去做那個盤商 仲介衛商市買賣 後來你看去做那個盤商 有很多人現在都刷大財 而且都有一片天 而且他的視野做得非常好 然後在證券公司 很多人去當營業員 現在我不知道年輕人 他們對這個市場還有沒有熱情 等一下會有請梁教授 來給大家看看 年輕人的未來 能不能在證券市場找到出路 稍微 好 歡迎再回到現場 其實這個是很沉痛的問題 我們現在看到大家都在抱怨 年輕人低薪 年輕人沒有出路 我們那個年代 很多人去做證券公司當營業員 所以你就知道如果證券也不能給年輕人未來 這國家是沒希望的 所以現在我們把那個自己的資本市場 外資遠遠不絕而入 我們本國人在資本市場 已經垂垂勞矣 要不然就是大家已經逸振華麗了 那這個其實不是國家經濟 支付 你在學校裡面 你看到什麼樣的景象 就現在的 比方說你試鏡開金融系 然後年輕人 有沒有人想要當營業員 有沒有人希望在進到股票市場去尋找他的夢 我們以前很多人都有這個想法 現在很難 我覺得現在就是 就是在譬如我的課堂上來講的話 我們都會有加入一些食物的一些東西 以前證券研究的時候很熱 現在我看也不行 對 就像社團嘛 對不對 但是現在真的都非常冷清 我覺得最主要的重點就是來講的話 就是過去其實我們對於股票的市場 相對非常的熱絡 其實我覺得IPO的市場 其實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過去的創投真的是非常熱 而且每一次都可以找到一些明星潛力股 那這個只要一上市或者是上跪 他的這個股價的爆發性 都是倍數成長的 可是你看近幾年來講的話 其實IPO的市場 就非常的死急嘛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PE一直都拉不高 不是只有光PE拉不高的問題 而是說有很多的股票 甚至於是低於淨值的 所以對於這些學生上來講的話 他能夠瞭解的公司 其實就是像紅海 像大力光 然後像這個台積電 但是重點就是他即便他想要 覺得大力光是很好的 可是大力光一張股票要五百萬 他也買不起嘛 所以他們現在的操作 其實比較不會focus在股票 反而在期貨 權政 選擇權 他們的著墨相對其實是比較多 但是這個東西如果說 他又沒有一個操作的一個策略 其實就是淪為就是殺進殺出的一種短線的操作 這其實也是回歸到 我剛剛所去認為說一些政策面上來講的話 不應該只是朝短線的一個政策 應該是要對於資本市場上的一個健全 是應該要讓他就是永續發展的 然後另外就是說 其實現在的營業員 並不是只有光這個下單的工作 其實他已經是朝向財富管理了 那就像剛剛林董所講的 其實走證券業的營業員 他做的財富的管理 絕對他在資訊的取得 甚至於在就是掌握度上來講的話 他其實真的是會優於在銀行的一些 理專的這些角色 所以我也就是對於學生的一個訓練上來講話 讓他們是能夠朝向財富的一個管理 或是投資組合的一個管理 那這個其實就像剛剛林董也提到了 現在券商的營業員 平均的年齡大概四十幾歲 他們是比較難 比較難能夠切入這一塊的 所以當這一塊的 如果退下來的時候 其實新的這些年輕人來講的話 其實他們進去當營業員 走財富的管理 那我覺得這個市場其實是很好的 因為你領這個薪水 你要讓他成長很困難 低薪還是一定低薪 只有靠自己 所以你的業務的這個成長的話 其實你靠這些獎金 然後我覺得你的這個 就是效益上來講的話 相對其實是比較可以翻倍的 你知道我們到那個美國看矽谷 矽谷為什麼那個創業那麼狂潮 最大還是跟資本市場有關 就股價還會一直漲 漲的時候 所有員工都看著公司股價在上漲 那臺灣其實我們是用政策的手段 把自己的市場把它砍死了 所以這個就是說兩邊為什麼到最後 產業如果沒有辦法在資本市場 得到一個相對的養分 那你未來一定是相對沒有辦法 繼續往前進 今天謝謝林董事長 謝謝梁教授 謝謝大家的觀賞 下週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收看 24點